如果在中国的大地上行驶 经常会在路边看到一些高高耸立的大土堆 甚至在普通的小村壮里也能看到这样的突破 早在两千多年前 中国古人就形成了这样的墓葬寄宿 在墓穴的上方堆积起巨大的土堆 叫做风土堆 作为墓葬的封闭保护 在河南省南部 一个叫郭庄的小村壮里 也有这样一片平缓的高岗地 普时的农民只把这里当作耕种的良田 但是在富有经验的眼里 这片高岗却意味着一个古代的秘密 2004年4月的一个深夜 郭庄村东面的高岗上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响起 此后 郭庄村的村民经常在夜间被爆炸声惊醒 每次爆炸过后 村民的耕地里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洞穴 他们发现村子东面一处地势最高的土港上出现的洞穴最多 这块港地有一个名称叫做王金鼎 相传在这片高岗的地下埋葬着古代的一位王 王的墓中藏着他的金鼎 几乎所有传说都蕴含着一定的历史真实 很多考古发现都和当地的传说有着某种程度的印证 2005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马俊才带领考古队赶到了锅庄 考古队在土岗附近的区域进行了仔细的钻探 从钻探上来的土质分析 土岗下面的确是一处距近两千多年的高等级木造 马俊才曾经在这个地区发掘过不少同时期的墓葬 但这一次不同 墓葬的规模庞大 似乎真的是一座亡灵的规格 不过盗墓贼留下的巨大盗洞 也让考古队员忧心忡忡 根据以往的经验 即使有一个盗洞成功地进入了墓室内部 这座古墓就有可能被盗掘一空了 在中国现代考古的历史上 这样的遗憾比比皆是 很多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墓葬都被盗掘过 有的甚至被多次发掘 墓室遭到极大的破坏 在很多考古发掘现场 我们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盗洞 在陕西西安 一座皇帝陵墓的地下 甚至还发现了盗墓贼的尸骨 他是被贪婪的同伙谋害的 谋杀他的凶器是一块砖头 考古和盗墓它是本质的区别 因为咱们考古它是不仅仅要获取这些文物 而是对于一些软信息 周围的一些环境都要进入一些科学的研究 所以说不像什么国家 崛起一些文物 那叫挖宝 那不叫考古 古庄墓葬的命运会是什么呢 马俊才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同事和领导 一听过之后 你赶紧把它挖挖 这种空木 这就是有 我这种想法 我也是这种想法 但是这个程序来说 必须按照程序这样做 做下去 对马俊才来说 即使已经知道面对的是一座空木 他还是要严格按照考古规则进行发掘 他在工地上搭建起临时工棚 组织工人开始发掘 计划赶在雨季到来之前 结束这次几乎毫无希望的考古行动 当时发掘设计 两个月抓紧发掘 把上面的头挖掉 这个一个月一清理 下面也就是 就算说的是不太科学 马俊才顾用了附近村庄的一些农民 参加前期的发掘工作 一天在与这些工人的闲谈中 马俊才了解到了一个令他感到意外的消息 有人说在这个古墓里面埋的不是土而是沙子 这个消息让马俊才感到困惑不解 在他长期的考古工作中曾经挖掘过上万个古代墓葬 但是用沙子来埋葬墓穴的方式他还从未遇到过 还有其中一个村民给我打赌 马俊才立即让考古队员进行了再次钻探 探蝉在土增深处真的带出了一些黄色的细杀 这让马俊才更加困惑了 如果下面都是沙子 而不是古代墓葬常用的五花图 那它还是一个真正的墓葬吗 我看到这沙子是太纯了 这非常的黄非常的细腻 我想就是像这种情况 那是不是底下是个古河头啊 考古队进行了更大面积的调查 在距离发掘现场东南两百多米的地方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当地百姓取沙的大沙坑 在两米多的土层下面 有十几米厚的沙层 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河道遗迹 考古现场与古河道距离这么近 不能排除是古河道一部分的可能性 马俊才将古河道里的沙子 与发掘现场发现的沙子 进行了仔细的对比 虽然古河道中出产三种不同的沙子 但是没有一种与发掘现场的沙子相同 也就是说发掘现场的沙子不应该出自于古河道 那么难道真的有用沙子埋葬的古墓吗 马俊才马上查阅了一些考古资料 果然找到了一个潜力 这种与众不同的埋葬方式叫做击沙墓 在墓葬中堆满黄沙究竟是什么理由呢 留沙墓都不成不好到 沙子都混杂到这个石头都往下落动 你本来说你用沙墓瓣 你知道不正面直接 不过马俊才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 锅庄的墓葬是不是击沙墓 几时击沙墓的建造工程浩大 只有掌握巨大权力的人才能建造 如果锅庄古墓真的是一座击沙墓的话 那么他的主人生前一定拥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墓葬里一定埋藏着令人期待的宝藏 所以说击沙墓这个出来 然后这种墓葬为墓应该都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不是击沙墓 那么连是否为墓葬都值得怀疑 结果的差异如此巨大 让马俊才充满期待 不久 考古墓在墓葬边缘部位清理出一些阶梯 很显然这些阶梯是人为修造的 应该是当初造墓时留下的向外运土的通道 这预示着墓葬的规模比原来预计的还要大 在这些阶梯上 马俊才忽然有了新的发现 到下面它这个湖坡你看好像这个人啊 这个踩叉的情况还比较明显 那拐角的地方都有沙子 因为我发觉我很注意这个细节的 这个拐角缝那个沙子都没有滑下来 哦 我这样 百分之八十就是几沙木了 因为看那个沙子和以前我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盗墓的沙子是一样的 墓葬的外形初步显露出来 这是一个东向的大墓 东西长二十七米 南北宽十七米 有一条长长的木道 这一切都在暗示马俊才 他所面对的极有可能是一座带有防盗功能的击沙大墓 由于自古以来盗墓活动的猖獗 很多考古学者在很长时间里都遇不到一座有价值的墓葬 这一次马俊才是否会比较幸运呢 当墓葬南壁的探沟挖掘到风土以下四五米的深度时 细密的沙子出现了 几乎在同一高度 北部和西部也发现了击沙 马俊才信息万分 这毫无疑问就是一座击沙大墓 但是在墓葬的东部却一直没有发现沙面 马俊才又开始不安了 因为作为一个击沙大墓 不可能单单留下墓室的东部不填埋沙子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后来有人把这个区域的沙子挖了出去 当墓室上方的土层被清理干净以后 马俊才看到了令他震惊的景象 东汉是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时 统治中国的盟朝 由于在东汉后期各地军阀各剧 军阀公然带领军队 挖掘古代墓葬冲作军饷 盗墓活动特别猖獗 民间的盗墓贼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甚至出现了盗墓家族 专以盗墓为职业 汉代时期盗墓的 他就是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抽军饷的 区域应该靠什么呢 区域应该没有什么供应 就是挖出一些墓来的话 挖出一些珍贵的金银珠宝的话 可以变卖 可以抽象 古装的墓葬中出现如此大面积的黑土 还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遗留物 意味着可能发生过一种最痛心的情况 盗墓者几乎挖空了墓室东部的击杀 大墓遭受了毁灭性的盗绝 看到那个砖的话 你就为什么有点发傻 因为知道这是东汉的 东汉的盗得还很有经验 一看那么宽了 这十米了它还不到头呢 那个那么宽多 把这上面的口全部铲掉之后 咱们整个墓室是27米 它就占了将近的14米 椭圆形那么大 在它旁边还有几个小挖窝 那几个小挖 也是看待了早期的那些洞 这个发现 让满怀希望的考古人员 几乎失去了挖下去的信心 获装的这座古墓 是否早就是一座空墓了呢 一般的打击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连参与挖掘的民工 都有些无精打采了 清理完东部盗洞区的图以后 整个墓室东部 发现了七个汉代盗洞 更糟糕的是 一个现代盗洞 通过用木板架设巷道的方式 成功地穿越墓壁 进入了墓内 这种盗墓方式 显然是为了对付墓中的流沙 大而设计的 一切都表明 这座墓葬 曾遭受了古今盗墓贼 最为凶狠的抢掠 那个湖形的话 一砍了一排盗洞 就当时一查十二个 这十二个盗洞 于是什么 特别是汉代盗洞 汉代盗洞下去的时候 接顶盗 而且盗的时候 很可能是关国没有他 他要没有他的情况下 他进去不就是 相当于现在的入室盗签了吗 他见什么可以拿什么 他拿不住了可以给你罚税 挖掘工作继续进行着 整个墓室的全貌 已经完全呈现出来 除了大量的细杀 墓中开始不断出现 大小不一的石头 这完全符合 击石击杀墓的特征 让马军才感到安慰的是 墓室西部的沙层面 还相当的平整 似乎可以推断 墓室西部还没有受到盗墓贼的破坏 由于墓道口朝向东方 所以西部应该是放置墓主人 关国的位置 如果那一部分没有被盗的话 或许考古队还能有所收获 马军才忐忑不安地督促着工人们 加快清理进度 在发掘这个击杀击石的时候 我就反复地给工人们讲 这个墓桌剩下一个角 拿出的文物都很可观的 它的级别就说了 只有这个最高等级的 当时诸侯最高等级的 这些才可能出现这种埋葬方式 工人们清理的深度 已经低于墓道口 接近十米的距离 加上墓葬封土的高度 已经深入地下将近二十米 按照马军才的经验 这个深度无论如何 也应该到达棺国的位置了 但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在这个墓中 还丝毫没有发现一点棺国的影子 马军才刚刚放松的心 又提了起来 马军才推测 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 只能有两种可能 一是墓主人的棺果 还在更深的沙层下面 另一种可能就是 墓中根本就没有埋葬墓主人的棺果 这根本就是一座假墓 为什么会有假墓呢 实际上这也是为了对付盗墓的一种办法 在公元三世纪时 一位叫曹操的统治者 大力提倡截检 反对后葬 他认为 这是因为大量的陪葬品 才引来了盗窃的欲望 传说 曹操为了不让人们发现自己的墓葬 想了一个办法 我查了有关的史料 像曹操 做了72个一种 这村 这个是先秦时期的 也有一些记载的 虚墓 虚墓就是假墓 是不是他造成的 他就说 我好好的讨的地方 我这个讨的地方 我都买过墓 他弄不清楚 等于是让当时是真 糊涂 哪个是真的 如果要到墓上 你就拿到吧 你到一开始 这是假的 他就可能放弃了 假如这座墓葬 真的只是一个 迷惑盗墓贼的假墓 那么考古队 先前所做的一切努力 也就毫无意义了 故人真的会 仅仅为了造一个假墓 而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吗 就在马俊才疑惑不解的时候 工人们 在接近墓室中部的地方 清理出一些木板残留的灰痕 外观就像一个长方形的巷子 这让马俊才重新燃起了希望 它会不会是人们苦苦等待的墓主人的光果痕迹呢 当这两个长方形的结构 被清理出来以后 马俊才看到 他的体积与巨大的墓室相比 显得极不协调 而且 在这两个方形结构里 既没有发现尸骸 也没有溃重的陪葬品 显然 他们不可能是这个巨大墓葬主人的真正光果 一个如此巨大的墓葬里 却埋着两个不起眼的小箱子 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似乎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 刀墓的倒上去 从它这两个箱子的东西 啪啪给它挖开 一看里面是土 再泡泡里面又出的小金尖 或者小的玉蟹 那它就 它很容易就明白了 这是个甲棺材 这是个甲棺 发掘工作进行了两个多月 马上就要进入雨季 然而甲棺的可能性 一直困扰着马军才 除了一些支离破碎的小物件 他还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的东西 他不禁开始怀疑 还有没有继续发掘的必要 但是墓室里面的沙层 并没有到底的迹象 马军才决定 无论如何 也要把沙子清理干净 再下结论 工人们继续向下清理 突然 沙土中出现了很多红色的图案 这种图案 正是那个时期 贵族墓葬棺果上常用的装饰 不久 沙子中还出现了一些金箔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不已 这些现象至少说明 在更深的沙层下面 还隐藏着 人们不曾预知的东西 觉得这个物肯定不是空物 而且比预想要好得多 果然 经过仔细的清理 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果饰显露出来 虽然木制的果板已经腐朽坍塌 但仍然可以看出清晰的轮廓 在果饰周围 一些车马器的零件 从沙子中露了出来 马军才终于明白了 这座古墓不仅不是假墓 而是一座设计诡异的高等级墓葬 从发掘一开始 马军才就觉得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墓葬 很多地方都有着令人费解的设计 从果实顶端到木道口之间 有将近十米的距离 这种结构形式 与同时期一般的大型墓葬明显不同 古人采用这种非正常的结构 肯定有某种特殊的用意 另外它这个木道做的 它不像一般的土木 那个木道底 这个到底了 基本上到底了 或者就是到底了 那木道底下面还将近十米高呢 那十米高底下都是杀人 它也挖出这甲棺材 一种都是一层石头 可能就挖到石头 挖到石头已经能到底了 所以它自死之功 它就完全的按照这个防盗这个生人 种种巧妙的迷惑人的设计 就好像在跟盗墓贼玩一场智力游戏 到底是谁赢得了成功 还要看考古的结果 墓室东部是放置墓主人器物的区域 但这里也是被盗最严重的部分 找到重要文物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但是 结果又一次出人意料 当果实东部的沙土被清理干净以后 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堆满了墓室东部 虽然大多破烂不堪 但是毕竟躲过了盗墓贼的黑手 在这场历经两千多年的斗智的战争中 似乎还是当初的设计者更高一筹 幸存下来的文物多达三千多件 这对于一座已经被盗墓贼骚扰过的墓葬来说 简直就是奇迹 文物中有很多重要的青铜礼器 一个青铜大顶的口径达到了八十厘米 这件精美的青铜方壶 仅壶身的高度就超过了五十厘米 墓中还残留了三件边钟和十三个石庆 这些古代乐器不仅是贵族娱乐的工具 还是重要的身份象征 十三个石庆全部都是汉白玉制作 长度超过六十厘米 这说明墓主人拥有非常高的地位 在主观的周围 考古队员经历出十三个陪葬人的尸骸 全部都是年轻的女性 有些陪葬人身上佩戴着装饰用的玉器 有的在身旁放置着顶 盘等日常用具 这些人生前应该都是墓主人的妃子或者仆人 可以想象 墓主人生前一定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 但是在主观西南角 两个用木板搭建的盗洞一直让马俊才非常紧张 他在盗洞中发现了矿泉水瓶子和当地一家面粉厂的编织袋 这说明这次盗墓发生在不久之前 盗墓贼的经验非常丰富 盗洞的位置选得十分准确 恰好对准主观西南角 假如这次盗墓得逞 主观内可能已经空无一无了 那么这个主观里面呢 如果不被盗 我觉得是琳琅满目的 正常境界下呢 就是预期说非常几层的分布的 而且应该有这样兵器 这个兵器主要就是墓主人的保健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过去主观里的沙土 主观内堆积了很多海贝 几件精致的玉器 还有一把玉饼金铜剑 和一把装饰美玉的铜销 看来连现代的盗墓贼也没有完全生过古人 连马俊才都感到了意外 不过主观内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 只找到了半个头骨 发现了半个头骨 酥碎状的半个头骨 因为看到这些头骨的那个缝里边 和它叠下的有很多的猪杀 关内的别的区域也有不少猪杀 那么我们就断定这是个墓主人的头骨 它别的驱干部分 或者什么不存在的 回到驻地 马俊才仔细观察这剩下的半个头骨 他发现 虽然这半个头骨已经完全看不出模样 但是牙齿保存的还基本完整 他发现的牙齿面 摸损的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那旧齿面也已经进莫平了 说明他这个年龄不是特别老 应该是个盛年期 这个是壮年期 所以这个墓主人呢 应该是个在壮年期 这个死掉的 由于墓葬没有被完全破坏 所以墓主人还留下了更多的 证实自己身份的信息 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 墓主人的这把青铜配件 虽然断为三节 但剑刃部分依然十分锋利 不应该只是一种装饰品 很可能具有实战的用途 大量的兵器的情况 还有车马器的情况 在他的主官里 又有通剑 他应该是个武将 说明是个将军 而且他推刷他年龄不大 这个将军 而且是个权力非常大的将军 但是 马俊才并没有找到一件 可以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 回到考古研究所 他反复地观察这些文物 在一些重要的青铜器上 古人经常会刻上明文来记述事件 假如能够在这些青铜器上 找到一些明文的话 或许能够得到墓主人身份的一些线索 经过仔细观察 马俊才终于在青铜方胡的胡腹里 发现了一些模糊的文字 青铜器专家郝本姓 仔细研究了方胡内的明文内容 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明文没有记录任何具体的事件 只是一些令人费解的吉祥话 与其说是一篇明文 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篇诗歌 前面是计时的 正月与其是计时的 所以吉弊是一个玉弊 吉祥的玉弊 不特就是说没有差错 这个东西是一个吉语 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然后就说他本人的名字 他叫精孙比如说精孙某某 然后就是在他底下 让他的一个子孙嘛 这个然后就是永保之用来想 来记忆永远来做的计时用事 然后他子孙的四则呢 就让他子孙的永远 以他们为这个开模 唯一的收获是 明文中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 敬孙某某 这个敬孙会不会是木柱人呢 禁凭这些文字很难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 马俊才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他又在一件青铜玉否的盖上 找到了一些文字 他马上把这件青铜否盖 送到专业人员那里进行去秀处理 两千多年的童秀被一点点的清除下来 明文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 发现明文也挺激动 想着他出来的就是木柱人 应该没问题的 结果经出来一看 是真猴雨的 增侯鱼的用气 怎么跑到这个墓葬里面 马俊才之所以激动 是因为增侯鱼这三个字 在中国考古界是很知名的 1978年 考古专家曾发掘了一座 保存完好的大型墓葬 出土了一套居士文明的青铜边中 由于很多文物上 铭刻着曾侯鱼的名字 所以得知牧主人的名字 叫曾侯鱼 是曾国的国君 有趣的是 在一些兵器上 可以明显地看到重刻的痕迹 本来是曾侯鱼的名字 鱼字被抹掉以后 重新刻上鱼字 专家们据此推断 曾侯鱼应该是曾侯鱼的先辈 或许也是曾国的一位国君 曾侯鱼的名字 突然也出现在锅庄墓葬中 两个不同的考古地点 出现相同的文字 这在考古史上并不多见 曾国的属地与锅庄 相距五百公里之远 它们之间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让我们回到 两千多年前的古中国 那时候的中国 被许多诸侯国分割 它们之间互相争斗 抢夺地盘 所以被称为战国时代 国庄所处的地区 当年曾被一个叫 楚的大诸侯国统治 而曾国也被确认 是楚国的附属国 两者之间 肯定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因此 很有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 曾侯鱼把自己的东西 送给了一号墓的墓主人 马俊才还发现了 别的更多的证据 装饰国事的金箔上 刻满了细致而复杂的龙形图案 他把金箔仔细拼接起来 惊奇地发现 这些装饰图案 竟然与另一个地方的 一座墓葬中发现的装饰图案 一模一样 那座墓葬的主人 是一位楚国的王子 马俊才隐约感觉到 这位英年早逝的将军 可能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军事将领 他的身份也许远比 我们了解的更为复杂 这个墓葬的规模来说 应该更大 比王子墓墓还要大 谁让的器物种类 这个器以及器型的大小 都相当 所以说我就觉得 他那个 他这个 他除了他是这个储墓之外 他那个身份 也应该和这个王子储墓 也可能他是一个水平级的 也许墓葬的主人 是楚国的一位王子 被派遣到郭庄一带做将军 不幸英年早逝 就埋葬在这里 不过 这些猜测 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 郭庄古墓的墓主人 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当人们对一号墓的状况 发出种种猜测时 马俊才的考古工作 还没有结束 因为在一号墓的北侧 还有一个同时期的墓葬 被定为二号墓 两个墓葬之间 相距只有二十多米 二号墓的封土 压在一号墓的封土之上 说明二号墓埋葬的时间 要晚于一号墓 这种连体墓葬 一般来说 墓主人应该是夫妻关系 通过发掘 探测二号墓 里面既没有击杀 也没有击石 所采用的只是 一般的土国贵族 深挖 这个家住风土 就是这种普通的防盗方式 从外不看 二号墓似乎并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盗绝 但是不久之后 考古队员就发现了不祥的征兆 在两个墓葬之间 是一个与墓葬同时代的村落遗址 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央 发掘出了一个很深的洞穴 在洞穴的底部 发现了一个年轻女性的头骨 如果这个头骨 是来自于二号墓 那么这个奇怪的洞穴 很可能是一个通向二号墓的 巨大导动 当二号墓的发掘快到底部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盗洞痕迹被发现了 不出马俊才的预料 这个盗洞 正是村落遗址上的那个洞穴延伸过来的 这是一个几乎和墓葬同时代的盗洞 说明在二号墓埋葬后不久 盗墓贼就盗窃了这个墓葬 他们没有选择规模更大的一号墓 很有可能是了解内情的人所为 而且当时就是 可能是他就知道 一号墓里面有击杀 有击石 他就是不敢到 他避开 他就偷偷地从这个马人的中间 比较隐蔽的地方 写着自奔二号 而且他确实得逞了 因为没有严密的防盗措施 仅一个盗洞就将二号墓 倒得几乎干干净净 考古人员是在盗洞区 发现了几件器物残片 和一个老年女性的头骨 二号墓的墓主人 应该是一号墓墓主人的夫人 她是在丈夫去世多年以后才下葬的 由于掌握权力的丈夫已经去世多年 他没有能力为自己建造 工程浩大的击杀击石墓 再次触摸这些 历经劫难保留下来的无价之宝 马骏才感慨办前 是那些看似普通而无用的沙徒 创造了一个奇迹 阻挡了贪婪的盗窃计划 古人苦心经营的防盗机关 让一次本来毫无希望的考古行动 获得了近乎圆满的结局 也 MINUTE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